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女人真的很不容易耶 第一就是... 有些事要把家庭照顧好 然後又要再上班 但是又怕說... 結婚以後變黃臉婆 所以從頭到尾 又怕有小肚子 又怕有小肚子 身材走樣怎麼穿衣服 不過最基本的我覺得就是說 有的時候門面很重要 門面的皮膚不好也不行 對不對 然後如果說有一些洞洞很大 或有一些... 那個叫做什麼 毛孔很粗 還有裡面有一些東西 黑點什麼 這都是很大的困擾 今天在節目當中教大家 其實在日常生活當中 你就可以注意到 而且你也可以處理 那也有更好的方式 讓大家作參考 好,今天我們請到就是... 這兩位看起來 本身保養得非常好 當然也是年輕了 我們來歡迎洪棠 嗨 大家好,美鳳姐好 好嫩哦 另外旁邊這位就是 比較健美的是王思佳 你好 好厲害 然後再來這位 有一段時間不見了 但是很高興 他今天來跟我們分享 每次都有好東西 賈倩玲 大家好,菊姐 兩位美女,大家好 好 講到這個女人 我剛剛講的就是鼻子有的時候 要洗臉其實洗不到 洗不乾淨耶 因為為什麼這個地方 特別會卡一些東西 是不是 大部分都是這邊油脂的 然後這邊乾性的啊 對,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整個居住的環境 我們是屬於... 譬如說它是 島國的氣候 對 島國氣候來講的話 我們比較容易產生 混合型的膚質 對,就是鼻頭跟額頭跟下巴 特別容易出油 對,所以像女孩子 青春期的時候 額頭很容易長痘痘 對 對,那男生就是鼻頭 比較容易長粉刺 好 或者是下巴也容易長痘痘 對,這個... 我們在台灣來講 很多美容教學 都講說這個叫T字的壓力帶 那到底有什麼樣方法 可以讓我們清除一下 這個黑頭粉刺 那當然其實 現在大家都知道 美容的資訊 其實非常的發達 對 那我相信有很多... 譬如說像紅糖跟思佳 有些時候 大家會滑手機嘛 上上網 可能我們就會講說 在日常生活當中 因為如果你不去找美容師 或者說你也沒有時間 上餐廳去請美容師 幫你清除的話 那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可以消除黑頭粉刺的 一些小皮膚 好,包括利用蛋清 蛋清就是以前我們 譬如說曬了太陽 有時候要讓它稍微舒緩一點 會用蛋清 對,就是鎮精嘛 鎮精 鎮定 其實這個方法我記得流傳很久 就是在我學生時代的時候 好像就有聽過這個 用蛋清的方法 對,那有些人就是說 蛋清敷上去以後 因為蛋清它本身乾掉以後 它會有黏度 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蛋白質 所以蛋清你要敷到臉 小巾不要敷到眼睛 也不要亂揍 揍你就更明顯了 對,就是蛋清敷在鼻子的時候 有些人它會再貼一個衛生紙 那等到乾了以後 它就變成有點像妙筆貼之類的 對啊,因為它就是要撕的嘛 對,那撕 分清楚 因為我朋友就是用蛋清 就出了一個笑話 怎麼了 因為他就是想說 他要拿來敷頭髮 結果頭髮是蛋黃 他以為蛋清也行 他不然一洗頭變蛋黃糖 對 整個頭髮 衝掉了 怎麼一塊一塊 都是蛋的 因為碰到熱水嗎 碰到嗎 對啊 那個熱水就不行了 那通常大概多久要清一次這個... 毛囊的部分來講 如果說你是機車主 或者說你是我們講說 正在成長的少年 大概一個禮拜做個兩次就好 也不能天天做 因為其實還滿上皮膚的 那一般的話 大概兩個禮拜或一個禮拜一次 對,做一次就好 好,那麼其實在做之前 其實可以... 市面上有很多可以軟化角質的東西 先做一個軟化的動作 然後或者說 讓毛孔先張開來 對,你再來敷 效果會更好 效果更好 對 先熱敷一下再來 對,這是比較天然的部分 對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 就是用細鹽加牛奶 因為鹽本身來講的話 它是顆粒嘛 可是如果說一般外面 可能很多我們想說去角質的部分 它可能是用... 譬如說鋁化物 鋁的話 它是比較有化學成分的 當然還有人用核果 核果它是敲碎的 但是核果敲碎 它會變成不規則狀 如果你在皮膚上面摩擦的時候 它就會刮傷皮膚 在顯微鏡下面你就看到了 皮膚是一條一條被刮傷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 細鹽 為什麼叫細鹽 不要用粗鹽 粗鹽它的粒子比較粗 細鹽它溶解得比較快 一碰到水它就會慢慢的溶解 用鹽來講鹽本身也可以殺菌 所以它在皮膚上 譬如說油性的膚質 或者比較容易混合性膚質的地方 你可以用鹽來做一個 殺菌的效果 那牛奶為什麼加牛 牛奶有蛋白質 它其實可以溫熱我們的皮膚 做一個保濕的一個動作 對,所以這兩個東西 加起來來講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做一個深層的代謝 了解 對 然後第三是什麼 第三的話 這個就是很多... 我不明白 對 白飯因為它本身 其實有很多的糖類 再加上白飯 它有一點點黏性 所以有人就會把它 把它放在我們的臉上 就像戳飯糰一樣 就一直戳 其實古時候很多的阿嬤 就是古時候的保養 其實是在宋朝跟... 清朝跟明朝的時候 他們是有用白飯、米飯 滿想像的 對 然後加粗糠 你怎麼會想到 好,來直接做按摩的一個動作 對,這個就是 那個比較天然的時代 就是阿嬤那種時代 一個比較勾紮的保養方式 古代的時候就會把它留一口 然後... 對,現在放著 請問這樣玩的時候 是要再遲掉嗎 那看個人意義 很過敏 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常跟人家講話 第一眼看到是這樣 可是你一講話 一笑的時候 再來就是看到牙齒 對,門面嘛 是 對不對 牙齒就是門面 對,所以其實牙齒 其實還滿重要的 我們除了就是說靈魂之瘡 你跟別人在講話的時候 你會看人家的眼睛 那接下來就是看牙齒的部分 對,很多人講話是會看人家嘴巴 對 那已經有黃的話 那怎麼辦 那就是要去洗牙 還是平常有什麼方法可以預防 對,其實有些習慣上面 是可以來做一個很好的預防的 除了說我們都知道 現在有很多的 譬如冷光美白牙齒 或者做一個髮廊的貼片 對 你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就要非常的注意 那有哪些方法 其實是可以來做一個預防的動作 第一個 預防一口黃牙的方法 因為其實我們大家 不管男生、女生 男生是比較愛喝茶 那咖啡 其實現在每個人都淪手一杯 對 那其實盡量就是避免去喝濃茶跟咖啡 假如你真是每天早上起來 你還要一杯咖啡才醒得了的話 那就是喝完濃茶跟咖啡以後 你就是要刷牙或者漱口 避免讓這些物質 黏貼在我們的牙齒上面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像現在女孩子都很喜歡 喝比較養生的東西 譬如說打果汁 可能早上起來喝一杯檸檬汁 檸檬汁這些來講 是比較屬於酸性的 那你在喝它的時候 盡量使用吸管 會比較OK一點 當然你要喝咖啡用吸管也是很好 對,它不用直接就是接觸到 我們的牙口 那再來就是餐後刷牙 其實就是我們常常看到很多 上班族OL 就是吃飽飯 他就會拿一個牙刷跟牙膏 到化妝室裡面來刷牙 對,這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因為它可以避免口腔的異味 然後也可以避免就是一些細菌 滋生在我們的牙床上頭 對 就大概這三個方式了 好,其實兩位的牙齒算都很好 平常有什麼樣保健方法 就是我會去診所 然後做自己的牙托 對,就是牙托做一個透明的膜 就是完全是你牙齒的膜 對,然後它會給你一個美白那種 凝膠 你就擠在那個膜上面 然後晚上的晚上睡... 洗澡後 然後就把它貼上去 把它...就等於說 箱上去 箱上去 然後一個小時後 然後再把它拿下來這樣子 對,然後雖然那個牙 牙托它會拉長你的 就是美白的時間 因為它並不是說 你今天又隔一天立刻擺 因為它的藥劑沒有那麼的那個... 強 我的藥劑沒那麼強 也不能太強 會腐蝕 對,會腐蝕 所以我可能... 它時間會拉長到 可能我要做一個月 才會有很明顯的落差 可是我會選擇這個的好處 原因是因為雖然它可以拉到一個月 它要拉到一個月 可是它可以更延長 就是你牙齒美白的時間 因為有些人用比較立即的... 立即可以美白 可是它很快又回來了 對,所以我選擇牙托是可以就是 雖然拉長的時間 可是它可以延長我美... 就是美白牙... 就是牙齒白的時間 現在也是... 就是很多方法啦 很多方法 現在年輕我小朋友 真的比較幸福了 對 以前我們要上個牙齒 那是很不小 為什麼 超痛耶 也沒有什麼現在... 現在去打個麻醉 還給你塗個像草莓香香的東西 先麻一下 然後再幫你打症 以前哪有痛 然後神經直接弄痛死了 對 對,現在太幸福了 還可以這樣子矯正 還可以這樣美白 是 那思佳呢 我的比較簡單的原因是因為 譬如說像我絕對不會喝奶茶 因為奶茶就是熱量非常的高 而且牙齒會非常的容易黃 所以其實我建議大家就是 除非你是個人喜好 但我覺得奶茶就可以不要喝 然後咖哩也很容易會黃 對,所以就這兩樣東西 大家可能要比較注意一下 然後像我的話 因為定期去個牙醫做美白 但它半年只能一次 可是平常的日常保養 那我就會用美白貼片 那剛剛它的是牙托 那變成是說 你要先花一個錢到診所去訂做 一個你自己的牙托 但是我是用這種牙醫推薦給我的居家 美白的貼片 那我的居是比較塑效型的原因 是因為有的時候我們的工作 是需要立刻 譬如說我明天要拍照 明天要去活動 我一定要有一個效果 那它是一次用三十分鐘 貼在上面 那因為它有分藥劑的等級 有的是連用一個禮拜 那像我這個是 一個月可以用它兩次 就等於是兩個禮拜只能用一次 就是它的藥效是比較強 可是它效果非常的好 可是如果說你一個月就這樣 然後持續的用兩次 真的是擺到 我可以去拍黑人牙膏 是哦 真的 但是就是大家不能貪心的原因 是因為很多人會說 很痠或者是什麼 可是因為 因為會痠是牙齦會很痠 貼就是... 就是那個貼片 它拉出來的時候 因為每個人牙齒長度不同 所以大家以前會很貪心 就是下面的就切齊 然後就往上面貼 可是你就會貼到牙齦 所以其實是往下修正 就是牙齦不能貼到 對,你整個往下移的時候 然後多的其實你可以剪掉 或者是下午就把它反折到裡面去 這些東西都是不能停的 它就是一個不歸路 你不能說我做一天 然後就兩個月、三個月 就可以不要理它 怎麼可能 長期革命 好 那您要跟我們分享 有別的方法嗎 當然有啊 就是除了說你到牙科去做牙套 或者說像私家這樣去貼 貼這個 我們講說美白貼片的話 其實還有很多種 它其實也是可以幫助我們 但是我們就是要選對東西 我們今天給大家 其實都是推薦比較健康 然後比較天然的 像...對,這些食材來講 其實家裡面的媽媽的廚房 就有很多寶貝 包括了你看到這是 對 然後呢 超好用 對,真的很好用 它是萬用的 是 可是它天然嘛 再來我們有檸檬 好 那這些來講的話 到底怎麼用呢 很簡單 那你就把家裡的檸檬 把它擠出來 像我現在這個樣子 好 那籽當然是不需要 那你可以加一點點的 小蘇打粉進去 好 然後它開始有一些泡泡了 有沒有 好,請泡泡了 那接下來怎麼樣呢 牙刷準備好 沾著 然後不是刷眼睫毛 是刷我們的牙齒 可是在檸檬會不會太痠 對,因為它是用檸檬的方式 去幫我們先清除 我們牙齒上面的這些污垢 但這個用量不能貪心 對不對 對,不能貪心 因為我有聽過 就是效果的確挺好的 非常好 但是就是不能夠太常使用 不是,就不能用得太頻繁 大概一個禮拜用一次 其實就可以了 對,它的效果很好 可是不能因為效果很好 我們天天來刷 這樣子會適得其反 很多事情就是過於不及 都不好 就中用最好 對 是 是 我想毛髮 有人就會很... 怎麼講 當然就是說頭髮多一點 當然是很好 對 但是如果什麼腿毛 毛多一點 這邊多一點 有時候還是一個困擾 對不對 對 尤其是女生來講 對啊 尤其要去游泳的時候也是 在夏天是比較困擾 我跟你講,去游泳 叫個計程車 真的,大家都... 他就這樣 對 是哦 一直開不停的 一直開 沒有要戴 你是... 沒有那麼誇張 女生就是不能有一毛這件事情 就再漂亮 然後兩根或兩坨 大家都會覺得 好像這個女生就是 有點會打折扣這樣子 對,所以我覺得 就是除毛這件事情 變成是一種 基本的禮貌 就是尊重別人 對 可是有的時候 像這個通常就會想要說用... 刮的 可是以前就是用拔的跟刮的 在雷射出來之前嘛 對 那我個人的經驗 因為我覺得像我以前就是 先從眉毛開始嘛 然後用拔的真的很痛 而且拔完會這樣 兩個紅紅的 就是這兩邊會這樣 種種紅紅的有沒有 但是我必須說效果很好 它就是連根拔機 然後薏毛 我也有試過用拔的 可是我剛才說痛就算了 眼睛都快痛 然後看不見 對,因為找不到 而且你知道夾在肉中間 你還會夾到肉 你知道 有時候也以為看到了 會掛到 對,也以為夾到了 而且你要試試這邊一分鐘 修完換 而且你知道這邊玩了之後 等一下,我先休息一下 然後這邊 然後才可以再用這樣 然後後來就用刮的 可是刮的真的很可怕 因為刮的那個頭會留在裡面 然後就像男生刮完鬍子一樣 你知道就是... 而且刮完的毛髮長出來 都好刺又好利哦 尤其是快長出來 冒出來的那個時候 就是超癢的 真的 癢然後不行 就會抓薄皮 自己摸也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刮的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那麼的建議 那當然啦 像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都有網路無溝解 其實因為很多人 都會上網路去找很多的小物 我也發現這個其實也不錯 只要你有毛髮多的困擾 其實可以利用它 一般以前 我們剛剛講過的這麼多方式 對 譬如說你可能就是用蜜蜜 蜜蜜第一個絲會痛 再來以前我們在做餐廳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塗一些硫化物 就有點像我們女孩子燙頭髮 這些硫化物它是侵蝕你的毛囊 所以你會聞到一些味道 對 燒焦味 燒焦的味道 對 所以就是不是那麼的好 它同時也會刺激皮膚 所以有的人他處理完以後 雖然毛沒有了 可是你會發覺 我的皮膚開始過敏了 就是每一次都是在那個地方 它會開始產生一些紅、氧 所以這個都是不OK、不健康的 包括我們剛剛講那麼多的方式 這種方式 它是比較天然的一種方式 而且它的方便度很好 就是你在家裡面 你隨時隨地看個電視 看個韓劇 你就可以來做 這之前在日本就很流行 就是他們就很喜歡 就自己在家居家做 就很方便 很方便意思就是說 它不會有什麼味道很重的 它不會 對,它其實用比較好的天然的成分 包括了我們講 它先讓你的毛囊 先做一個脫落的動作 再來我們用乳酸 乳酸的其他... 我們大家都知道 像私家就很清楚 我們有些女孩子做患膚 我們就是用一些果酸的一個方式 它不會傷害我們的皮膚 而且它有一點 些微的那種患膚的那種感覺 真的、假的 那我現在試用一下 可以啊 所以你看它叫它 為什麼很長 它叫它無痕潔淨霜 真的嗎 對,你要不要試試看,來 好啊 因為我手毛超長的啊 有嗎 有啊 很長 其實孩子就是比較在乎毛髮的部分 想說 好 我們就來幫你敷一整塊 好啊 它使用其實很簡單 攜帶其實也很方便 尤其是像夏天 稍微要有一點蓋住毛髮的 一個厚度 對 然後敷著 而且我擦在這上面 其實沒有任何的感覺 沒有,沒有任何的感覺 對 對,你也不會覺得刺 不會 你也不會覺得熱 對,它都完全沒有任何的感覺 對,我從來沒有碰過耶 但是為什麼 我相信它這個東西 它在日本非常紅的原因 也是在這邊 因為它非常的簡單 那我們可以整個把它擦掉看看 好 有一點點 有 有 有耶 怎麼那麼紅 好漂亮哦 看一下 來看一下 真的耶 對 對 有人要嗎 紅糖的 沒有 沒有 怎麼這樣 美女的耶 而且完全不會碰耶 好乾淨哦 你看,這個這樣 好乾淨哦 都不洗著哦 沒有 而且他怎麼 會把那個條子都弄好乾淨耶 好白哦 我們放棄看 真的好細耶 因為它有乳酸的成分在裡面 來幫助肌膚的軟化 那個藏太多了 沒錯 因為它有那塊非常白皙 我再幫你擦乾淨一點 你現在這樣 真的是 非常輕鬆 沒有刮毛的這種 沒有耶 這種困擾 差好多 你這一副 會輕鬆的被製作 對 這沒有了耶 而且好嫩哦 而且都不會痛耶 對,沒有味道 也不覺得刺刺的 它沒有阻力耶 好酷哦 它不管哪裡的毛都可以 腰下啦 那回去要來抽一下 手上啊,腳毛 他們沒有藥給你哦 真的嗎 就直接變黑色 對 還有很多女孩子的指關節 有些時候也會有一些手毛 對 還有腳趾頭也會有一些腳毛 譬如你戴戒指那個指毛 妨礙你的話 其實它可以舉步 比基尼線可以嗎 當然 你當然也把它可以弄好 對,它就會修出來了 對,那也不用刮了 但是是不是要配合深蹲啊 不然你敷上去要幹嘛 對 又不能做、又不能站 所以他很貼心啊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動作 也不用你花大錢 好,也不用去派對方 好有情趣哦 對 完全變亮了一個服務 好好摸哦 他覺得很有情趣耶 因為他剛剛講了都很多畫面 所以... 不是,我是... 我很實際的人耶 你超實際的 對啊 也速來不如坐沙巴啦 美鳳姐,你冰冰的 你怎麼坐沙巴嗎 我認同 腳能打開嗎 是不可以的 是不是 你一定要深蹲 找一個自己適合的方式 對 自己輸 適合的方式 然後就不要壞人的時候 你就同時這樣深蹲 你說這樣子拿深蹲 對 很酸耶 他真的兼具授聲 那問題是 你看 有這麼安全的方法 可以幫自己剪掉一些困擾 所以女性的困擾 就不會... 中文就不是煩惱了啦 對 因為你只要找對的方法 然後再整理一下 就會很完美啦 再來就是也... 也不會覺得有時候會尷尬 或是像你剛剛講 會打理那麼多 對,所以努力的打理自己 讓自己更漂亮、更美 對,沒錯 真的要謝謝你帶來 這麼棒的禮物 謝謝 謝謝鳳姐 謝謝你們 謝謝 恭喜 非常棒的分享 謝謝鳳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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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